高雄不愿接底牌 工党要推出的人选 是现任的高雄市议员李梅珍 他今年41岁 中山大学大陆所的硕士 他的父亲李荣宗 是高雄果菜运销公司的总经理 他担任过三届左南区的市议员 曾经有意要争取副议长 不过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输给了现任的副议长陆淑美 那么呢 好 看到这样一个对手 不知道陈其迈心中作何感想 但他看来对自己选情蛮有信心的 他回到高雄博二来办 麦粉见面会的时候 还演唱了他的招牌歌曲红豆 发下好语半开玩笑表示 如果他当选市长的话 就要出唱片 陈辉文说 这话别人敢讲吗 如果韩国瑜说要出唱片的话 马上会被骂翻了 陈其迈可以开玩笑 韩国瑜不能开玩笑 那么如果说要出唱片会被骂 这是台湾社会现在存在的 叫做蓝绿基本不平等 那么陈其迈可以高歌一曲 说当市长都出唱片 这话别人敢说吗 卢秀艳敢说吗 侯友宜敢说吗 到底是选市长还是选歌星呢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志恩 那么从推出人选来看 这陈其迈是不是真的可以躺着选了吗 那么陈辉文说 台湾社会存在有蓝绿的基本不平等 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 绝对是蓝绿不平等 你看看所有的政论节目 还有包括我们的媒体 只要是蓝的讲同样的一句话 他们所得到的检验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包括黄建廷来跟陈局来比 更不要说陈其迈他今天讲 真的就曾经刚刚所举的例子 如果韩国瑜或者是谁讲的一句说 他要来出唱片 你看那个简直是像财狼虎豹一样 把他攻得完全体无完肤 可是陈其迈可以这样四两拨千金 非常云淡风险的讲 我肯来出个唱片 那这句话每个人听起来觉得 哇他好可爱 你说这是不是很不公平 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不过不管陈其迈打什么样的一个算盘 但是今天我们国民党总算出现了一个 我们个人认为说也是实力条件 相当不错的 起码就是符合当初我们所锁定的目标 就是年轻 然后最主要是在地 未来会在在地做一个心情耕耘的 我们先不管说这一次的挑战到底有没有多艰困 这点事实我们都知道 但起码国民党展现出了一个态度 就是我们过于长期忽略的年轻人 在地扎根经营那一块 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来付诸于行动 所以李梅珍她一个女性 也同样是孩子的妈妈 所以我想她对于很多高雄在地 还有很多年轻人 特别是年轻父母亲所遭遇的一个困难点 她应该可以提出她自己的一个看法 那虽然这一次我还是强调 我们都知道面前 前面的这些所经历的所有的一个困难 但是国民党这一次也可以借机 来做一个非常路空的一个大的团结 起码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气势给守住 而不是让陈吉迈守着选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高雄的盘本来就是 国民党是比较是辛苦的 但是呢也不能够让民进党 好像一副就是 这个都是我的 而且光复高雄 二三十年来 好像高雄就只有你民进党可以执政 我觉得光是这样子的愧靠 让人家听了就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生气 无论如何这样子的一个卷战 有了候选人彼此直求对了 那我想国民党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展现不同过去的一个团结的一个氛围 这是我们应该马上可以做得到的 不过今天有个新闻让大家也都是这个非常的关注 你还记得撕烟案吗 当时引发轩然大波 总统府市卫士永和警卫士的主任陈敏华被记了一大过 在军中如果被记了一个大过 这是何等的大事 对申请有多大的影响啊 但是对陈敏华升官似乎是完全没有影响 今天上午的将官进任秀街典礼上 陈敏华照样晋升当少将 不过当媒体要访问她的时候 她是三度拔腿狂奔 拒绝回答 跑给媒体追 外传他挤掉的是赖清德万里警卫士主任 谢静华的名额啦 IP说这样是不是有点破坏体制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静平 你看他被这个因为这个私燕案被记了一大过处犯 还是晋升少将 这是正常的人事神迁吗 老实说这个在军中 这几年很罕见 我过去十几年长期跑这个军事新闻跟国防部 还有国安局 看到陈敏华的这个 他因为站到了这个少将圈 他是永和警卫士的这个 本来是四重组组长 他现在是永和警卫士的这个主任 那主任就是本来就是少将圈 很多人说他挤掉了这个万里警卫士 就是赖清德的他的这个水无为安的特勤的这个警卫士 是谢敬华上校的这个少将缺 但是其实谢敬华他的上校的服役年限是到今年年底 那国安局也跟他特别谈过 或者他同意之后也帮他办了研议 这也是破天荒 第一次这样破例 然后把他上校研议可以到他明年1月1号 就让他升少将 升了少将之后又可以提年5年 也就是说他可以再服役5年 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为了谢敬华又为了这个陈敏华 都是国安局跟这个高层啊 军方高层在量身定做了一个因人设施 所以我觉得我本身我会对陈敏华这个人最抱不平 因为他本身的格尔仁学经历 他是受到施焉害被惩处 因为做就惩处案来说 当初他的长官包括张杰中将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柳慧谦少将 总统府市委长跟副委长全部都拔官了 甚至我们节目中也曾经讨论过了 这个林国卿跟陈毅夫少将 都是警卫师 一个是内卫跟外卫师的这个主任 以前我们跑总统府特勤中心都很清楚 也都拔官了 陈毅夫跟林国卿甚至调回陆军事件部 当少将委员代退了 没前途了 那刘慧谦跟这个张杰也都几乎买单了 那所以呢你对于陈敏华来讲 压力全部算在他身上 所以我认为说 当然三军统帅跟国安局跟特勤中心 还有包括国防部 你们在安排军方人事升线的时候 不公平 对他也是压力很大 如今他曾少将没错 大家会说 这个民众党很多人批评说 就让大家感觉一种错误的印象 初包就升官 其实啊 在军中的这个人之力来讲 一般我 其实我问过今天 今天我问过军方人 军方人是说啊 对于他在这个109年 就是2020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勤维护啊 有功 所以功过相提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社会观感 错印象都灌在陈敏华身上 这个军方高层要负责任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